国宝100 渐渐精彩 今天我们如果来北京能参观的博物馆不少 有一个博物馆很值得去看 它就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语艺术博物馆 从北大西门进去往北走不远的一个二层建筑就是 那里叫宁鹤园 这座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和研究定位都做得比较专业 新颖 所以你不管是去看个热闹还是去看个门道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么世界上以赛克勒命名的博物馆一共有三家 北大这是一家 另外两家都在美国 他们都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企业家和慈善家 亚瑟塞克勒博士出资主持建立的 另外两家分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弗里尔塞克勒美术馆 和哈佛艺术博物馆塞克勒博物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件国宝就收藏在哈佛艺术博物馆塞克勒博物馆内 这是一件军咬海棠子右扎斗形六字款花盆 它呈一个扎斗形高有17.5厘米 腹部最大直径是18.8厘米 六字克款在笔足的内圈里 明显是烧好之前就克好的 海棠子的右色在腹部最重 逐渐向口和向笔的方向过渡成偏青色 天青色的底上 海棠紫色星星点点的迷散开 不论是离近了观察还是远处欣赏都是非常美丽 人们常说的五大民谣 五官歌金定理的军谣 和宋代八大民谣里说的军谣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五大民谣里说的军谣是指官军 而宋代八大民谣里说的军谣是明军 时间上来讲呢 明军呢稍造的早始于今代 官军这个时期呢就比较晚 大约在明代初期 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推论 因为一直以来啊 关于军谣的这个争论不休 这里的疑问呢主要是说 官军谣的稍造年代不详 考古界史学界国内国外争论不休 一时还没有最终的定过 过去认为官军稍造呢始于北宋时期 与宋徽宫的花石缸万岁山的爱好有关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测 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 而且宋代墓葬至今没有见过军谣出土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 北宋说逐渐被学者开始怀疑否定 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军谣始烧于金代 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 美国学者又认为是元代稍造的 再后来又有了元末明初说 明代早期说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最终的一个结论 比如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件军谣花盆呢 哈佛艺术博物馆和赛克勒博物馆的研究认为 这件器物呢是明代早期的 是由于建设紫金城初需要所专门烧造的 他们的主要依据啊 是说制作这种花盆使用的内外脱模的这种方法 是明代初期才有的 那比如还有支持啊 武庭军代观点呢 认为啊北宋徽宗后武遥停烧 军遥群代之成为宋宫廷的选择 这在逻辑上呢是通的 但是要想确定呢 还需要未来确切的考古和历史的论证来支持 现在我们能见的传世冠军主要是花器 比如这种扎斗形的花盆 还有六方形的花盆 长方形的花盆 还有花喷托啊 比如有古丁式样的零花式样的等 各式各样的 它是跟花盆可以配套使用的 而且在这个传世冠军的底足上 多件有一个神秘的数字款 这也是军遥特有的数款方式 今天我们介绍的花盆呢 是六字款 与它同时入藏的 还有另外59件军遥花器 它们每一件都带有数字款 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上有12356790 其中九字款带有后刻款的呢 是写着建福工三有先用 十字款也有一个带有后刻款 写着养心殿东暖阁楼下用 仔细你辨认就能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数字款是稍到之前就刻好的 但是后面的这种文字款呢 是清代后刻的 经过对这一批60件 冠军花器的对比排列 研究人员发现数字款呢 带有均摇尺寸的规律 数字款越小 尺寸就越大 而数字款越大呢 尺寸就越小 也就是说 一字款的尺寸最大 十字款的尺寸呢 排在最后最小 但也有学者以其他收藏为准呢 推断这种说法呢 不尽准确 哈佛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博物馆呢 现藏 还有另外六件这样的扎斗器型的军摇花盆 天青色和海棠籽的颜色都有 这里面有135字样的款 各两件 可见哈佛艺术馆的扎斗型花盆 从大到小的船都有 它们太富有了 那么这样的扎斗型的花盆 六字款的全世界范围呢 已知一共有五件 其中天青柚的有三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大云博物馆 分别藏有一件 还有一件呢 一直在私人藏家手里 另外两件呢 都是海棠子柚的 北京故宫博物馆有一件 另一件 就是哈佛艺术博物馆 赛克勒博物馆的这件 可见其珍贵 那么就上面所说的这个 私人藏家手中的天青柚六字款花盆 在过去的2018年11月20日 创下了军瑶拍卖的历史新高 这只花盆呢 去年突然出现在中国拍卖 右侧天青扎斗造型 底刻六字款 乾隆时期又加了 建福宫宁辉堂的字样 最终以4250万高价落锤 创造了军瑶的新记录 这件军瑶扎斗型的花盆呢 也和赛克勒呢 有关 一度曾是赛克勒私人收藏 应该是他早年从卢钦斋的 继承人弗兰克卡罗手里 勾得的 这件花盆曾在1987年7月 中国艺术3500年 亚瑟赛克勒中国陶瓷大展商展出过 再后来英国的古董商埃斯克拉基 也曾收藏过这件花盆 很长一段时间 最终又在去年回归国人视野 创下历史记录 回到今天介绍的这个 海棠自由的六字款花盆 根据哈佛艺术馆的档案记载 当年是由欧内斯特与海伦戴恩夫妇 在1942年 连同其他59件精美的军瑶收藏 一共是60件 一起捐给当年的福格博物馆 海伦的父亲曾经是洛克菲勒的合伙人 因此家财丰厚 海伦嫁给这个戴恩后呢 两个人又在布鲁克林开了信托公司 实力日渐雄厚 两人逐渐产生了艺术品收藏的兴趣 这才有了这组60件之多的冠军花器收藏 现在关于戴恩夫妇收藏艺术品的资料 能找到的非常少 到底什么样的机遇 让他们能够获得如此大量的优质的军瑶器物呢 我推测这至少不是从一般商人那儿购得的 因为商人如果有这么大一批的军瑶器物的话 他不会成批的出售 他一定是拆开来一件一件的 吊着买家的胃口来卖的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整整60件冠军花器数量如此之大 以至于直到现在除了两岸故宫以外 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冠军花器是最多的博物馆 这时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刚才明明说这些军瑶都是收藏在哈佛艺术馆 赛克勒博物馆里面 为什么刚刚又出了一个福格博物馆呢 那我们就要把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构成和发展历史介绍一下 哈佛艺术博物馆原名是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实际上是由三个博物馆和下辖的多个研究机构组成的 而我们一般说起哈佛艺术博物馆时呢 基本上是指这三个博物馆的合称 这三家是按照建立的时间顺序 分别是福格博物馆 布施莱辛格博物馆和赛克勒博物馆 首先福格博物馆成立最早 1895年就对外开放了 最初是由福格夫人捐赠 并希望建立一所以她丈夫威廉海斯福格先生命名的艺术博物馆 所以才成立这么个博物馆 关注北美艺术 福格博物馆最初收藏有大量的石膏模型和照片 现在主要致力于中世纪至今的西方绘画雕塑 装饰艺术照片板块绘画等等 之后于1901年成立了布施 莱辛格博物馆 致力于展示日曼艺术 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内容 主要集中在呢 欧洲的中部到北部这些德语国家 在不同时期创造的不同形式的艺术品 它专业性很强 此后哈佛大学在亚洲艺术方面的关注与收藏 与日俱增 一度成为美国大学收藏亚洲艺术规模最大的高校 直至1977年 哈佛大学收藏的古代亚洲 伊斯兰和印度晚期艺术品呢 总量巨增 而且颇具价值 因此迫切需要新建一处更大的场馆 来重新安置展示和研究这批珍贵的艺术收藏 由此 塞克勒作为主要赞助人 慷慨出资建立了哈佛艺术馆的新馆 主要致力于收藏 展示和研究亚洲中东和地中海艺术 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新馆 由此开始了以塞克勒命名 叫做亚瑟塞克勒博物馆 此前馆藏了大量的珍贵藏品 包括大量的中国艺术品 归为新馆收藏 所以我们在开篇的时候 介绍今天的这件国宝 君瑶海长紫幼 扎斗形六字款花盆 是哈佛艺术博物馆 塞克勒博物馆的收藏 1913年 塞克勒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家庭 他年轻时在纽约大学 接受了系统的艺术科学和人类学的教育 成就了他日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企业家慈善家 塞克勒是医药学专业出身 曾为医药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 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医疗广告潮流的先锋 上世纪中期正是塞克勒开始了基于 适时的医疗广告模式 随后建立了一系列塞克勒家族的企业 无一例外都是致力于医药界 最著名的止痛类的药物是安定 早期正是在塞克勒的营销影响下 才被大众熟知 另外塞克勒还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 面向医生的医学报刊 出版后读者一度曾达百万之众 遍及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影响力非常的大 相比之下 我们更熟知的是他另一个身份 就是著名的艺术品的收藏家 塞克勒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收藏 在艺术品收藏的领域 他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 藏品涉及到美国欧洲前 哥伦布时期 美国原住民 古代近东和亚洲艺术等多个领域 收藏的门类呢 非常的丰富 这里面有啊 可以算得上博物馆收藏级别 非常重要的藏品 塞克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也很丰富 青铜玉器 名式家具瓷器 都是他的重点关注的收藏门类 他对自己的收藏爱好的评价 大一是这么说的 比起作为收藏家 我更像一个守护人 塞克勒有个很有意思的收藏习惯 他喜欢成组的收藏文物 就是为了更全面的了解 艺术品背后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现象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组六个成套的 西州青铜编钟 当时就决定全部购入 因为让他着迷的是 这套编钟体现出来的 西州礼乐文化 就是基于这套编钟 和塞克勒对于西州礼乐文化的兴趣 这套编钟如今的收藏单位 弗里尔塞克勒博物馆继续研究 策划了回想中国古代编钟的展览 非常的难得 那么与其说塞克勒是一名收藏家 我更认为或者说不如说 他是一个通过收藏研究世界艺术史的一名学者 塞克勒认为培养懂艺术的人才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 世界各民族辉煌的艺术成就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资助了多家促进文化艺术学习的机构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开篇就介绍了三家他资助过的塞克勒博物馆 塞克勒一生有过三任妻子 四个孩子 我见过他最后一任妻子 金发碧眼 非常优雅的一个女人 他和我说 塞克勒走后 他所收藏的文物都来不及统计 至少还有几千件都放在地下室 从这点上看 文物在塞克勒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个外国人 对中国文物及文化 这其实是因为中国文物深奥久远 藏着我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